今天我们要来上的课程是webserver 这个主题上完之后,csharp就差不多完了 我们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就是从webserver开始 webserver就是你用apache架的那种伺服器 今天我们不是要让你架一个 我们是要让你自己写一个 自己写一个apache伺服器 当然可能功能没那么强大 apache厉害的地方是它的速度很快 我们不在意速度,我们只要写出一个就好 这个要怎么做呢? 你要先了解什么叫做协定 我们在这学期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们大概看过了第一个IP层的程式设计 然后接下来呢是UDP的程式设计方式 然后我们写了一个单向的传送讯息程式 有点像聊天但是没有办法聊 因为只有单向 那后来我们用tcp 用tcp又写了一版单向的 接下来又写了一版双向 那写了双向的之后呢 我们在用tcp上礼拜我们是写了一个多人的聊天室 那到这里为止 其实我们都还没有谈到什么叫做协定的概念 因为我传讯息给你 我就直接把你的讯息拿出来显示就好 但是问题是有很多应用 它不是只要显示那个讯息而已 如果你是聊天室 我只是纯粹显示讯息 那问题还蛮简单的 那我们今天如果不是聊天室 我必须要传送某种格式给你 那你必须要了解那种格式之后 你的程式才有办法对它进行处理和运作 那这就是一个协定 所以在什么叫做协定呢 就是某种固定格式的传送方式 传送接收的方式 我们叫做协定 那这里牵涉到两端 第一个就是传送者要遵循这种格式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传送适当的讯息 那接收者呢要遵循这种格式 他要能够接收这种格式 就是接下来在某些适当的时候 他要知道说 你可能会传这种讯息给我 我要能够处理 这就是协定 两方共有的一种传送格式 然后在某种运作架构底下 可以互相沟通 这就是协定 那HTTP呢是一个非常非常 怎么讲 非常用途非常广大的一个协定 从1990年开始 这个协定造成了Web的兴起 然后呢 后来几乎90年开始之后 各位各位几年出生啊 啊你们92年才出生啊 哇那真的你们是后Web时代的人 就是你们一出生 其实Web就已经存在 Web1990年出现 但是你们刚出生的时候 Web还还处于一个很很不清楚的状态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一种新开发出来的东西 然后有人在用 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多人用 可是呢 啊 技术上面其实都还没有稳定下 虽然主要的技术都有 但是技术都还没有稳定下 一直到今天呢Web的技术 我觉得一直都还没有稳定下 比如说各位最近会看到 如果你注意程式设计方式的那种书的话 你会看到最近有像HTML5 CSS3 新的JavaScript API 这些都是Web一直还在发展的一些东西 所以从各位一出生到现在呢 他经历了20年 但是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东西 而且一直不断的还在发展 而且可能之后他还有个机会 可以反攻手机行动装置的APP 甚至有可能取代掉APP 这是不一定的 但是有可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HTTP 这里我们会牵涉到一些规格的问题 那不是只是你你写程式就够 好 之前的我们那些都是大概写程式就够 现在已经不够 好 那什么叫协定呢 OK HTTP协定是什么 那Web 首先我们要先回到到底Web是什么 你再看HTTP才会看得清楚 Web呢 主要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HTTP 这是协定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UIL 这是网址 UIL就是讲这种东西 最后是HTTP 那我相信各位 念了 各位现在是三年级 念了两三年之后 你至少应该了解HTTP是什么 不过 如果你不了解没关系 我们 我们讲完这个Web Server的主题之后 我们就让你用自己写的Web Server 来架自己的Web 自己写HTTP 让自己的网页上线 所以等于是你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做的 那这个HTTP它的最大特色是有超连结 如果你用了HTTP 而且你用过在没有HTTP之前的东西的话 你会发现超连结是HTTP 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先看一下这三个东西怎么样组成Web 第一个Web Server 他在1991年是由Tim Berners-Lee 这个人他发展出HTTP和UI 然后他自己写了一个Web Server 但是这时候还缺一个东西 各位觉得缺什么 他写了Web Server没错 他写了Web Server没错 而且他还有那个客户端可以去列 但是这时候还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他的客户端很良春 是文字模式的 类似你现在在玩那个BBS的那种客户端 OK 你玩BBS的客户端 那BBS在Web之前就有了 那但是呢 真正让绝大多数的人开始使用网络是Web 而不是BBS 那你会发现Web跟BBS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BBS你连进去之后呢 你就一直看一支点 然后呢 你应该很少看到所谓的换页 或者是超连结 OK 之类的东西 那BBS每一个东西 几乎你可以按的就可以点进去 OK 但是Web不太一样是 它不是这样子的架构 它是一个自由文字的 就是像这样子一个网页 它自由文字的 那它有超连结 你也可以点 OK 那点了之后呢 它可能会跑到这一页的一个点 或者是跑到另外一个网页 那这种方式在程式设计上面也造成一个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 那当Tim Berners 后来他被称为Web支付 Web支付 那对程式设计人员而言呢 Web的设计方法却是一个很 你要自己写一个Web Server 通常很多程式设计的人是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它其实很简单 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做过 那一个最简单的Web Server 包含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它会接收浏览器所传来的网址 事实上不只网址 它是一个表头 接受浏览器所传来的一段讯息 然后这个讯息里面包含它的网址 OK 那我根据这个网址呢 取出对应的档案 然后呢 我再把档案的内容呢 回传给浏览器 就这三个动作 所以其实是很简单 它的这种协定是很简单的 相对于像那个FTP 这种档案传送协定而言 Web Server的协定 Web协定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在传送接收的过程当中呢 所有的资讯它都必须遵照固定的格式 那规范接收传送格式的协定 就称为HTTP 那它的全文是hypertest hypertest 叫超文字 为什么叫超文字呢 一种具有超连结的文字档 具有超连结的文字档 所以叫超文字 传送协定 所以HTTP 所以叫HTTP 那HTTP的基础是建构在 网址URL的传送 它早期只能够用来传送 简单的HTML档案 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办法用影片啊 动画啊 简报Word这些都不行 基本上那时候只能传文字 后来呢 多了可以传图片 那可以传图片那一段呢 就已经开始已经超越那个 Tim Bernadry所发展的那个范畴 所以这个东西开始不断的演进 那后来你会发现说 OK 在什么时候是一个关键呢 稍微把这个东西给各位看一下 好 Browser是Web Server 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关键 那就是浏览器 那浏览器这个东西呢 不是Tim Bernadry所发展出来的 他基本上是Mark Anderson跟他的同学 然后他在一个大学里面找了一群工读生 几个工读生来写 就写出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叫做Mosaic 马赛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浏览器他的介绍 OK 在1990年发明了第一个网页浏览器 但是这时候还不够好用 1991年他把这个发明呢 OK 介绍给CRN 这个是那个欧洲的物理同步加速中心 OK 所以其实是从一个物理学的单位发展出来 这很奇特 物理学单位也会聘用程式设计师嘛 他就是那边的程式设计师 然后他发展出来这个东西 Web 目的就是因为那时候物理的人 他们希望说我能够看到你做的东西 你能够看到我做的东西 那发展出来之后呢 就就越来越多人试图用这样的简易阳春浏览器呢 来连上他的Web server 那越来越多人连上来之后呢 资讯就开始越来越多 那但是呢就会发现说 那只能看文字不够 我觉得要可以看图形的 所以呢 NCSA的Mosaic 就是这个学校的Mosaic呢 它释出来之后呢 就造成网织网路的很快的发展 所以在这几年喔 你会发现说93到95年 几乎大部分的人都在做一件事 就是有用电脑的人都在做一件事 就是去下载这个Mosaic 然后呢 那时候光是要下载就很不容易 因为你的电脑大部分都不太灌得起来 那光是灌就是一个问题 那什么叫做社IP啊 什么叫做那个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还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 那他发展了Mosaic 1.0版之后呢 那个负负责开发这个 就是负责找工读生去开发这个东西的人 叫Mark Anderson 他就干脆辞职了 然后呢自己开了一个公司 叫Nescape 所以后来这个Mosaic就叫做Nescape 那1994年他们发布了Nescape 那大概94年95年的时候呢 就是就是像那个时代杂志之类的 他们就在报道说微软会不会因为网路 没有跟上网路的风潮而被取代呢 所以这时候那个微软就很紧张 他就赶快去买了另一家也做浏览器的公司 就是Spyglass这家公司的浏览器 改叫Internet Explorer 然后呢就开始大傻不用钱 而且硬要绑在作业系统里面一起出货 OK 那他不用钱的结果就造成这个Nescape呢 活不下去 因为别人不用钱你要钱 所以他就活不下去 那到后来呢 IE开始变成大家都用的浏览器 那这时候那个网路大战就好像告一段落了 那现在你看不到Nescape 你现在看到的是Firefox Chrome 那Firefox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 Firefox其实是Nescape的下一代 活狐是Nescape的下一代 那因为Nescape活不下去之后 他就经过了一段重整期 然后最后他决定干脆把它变成开放原始码 所以就把它开放原始码之后 有一群那个志工 开放原始码都是靠志工维持的嘛 就有一群人愿意接手 Escape 然后开始不断的修改 然后所以慢慢的就出现了火狐 但是火狐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真正有办法回来 再跟Ie竞争 那但是这时候其实浏览器已经变得很多样 Google也释出Chrome这些东西 就变得越来越多样 那你会看到它的发展 为什么它是很重要 因为在Mosaic之前呢 网络的使用量可能是 人数是以几十万几百万计的 那在Mosaic之后呢 网络的使用量是以几亿计的 那个是一个大爆炸 所以那个Web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让网络变得普及的一个工具 没有Web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浏览器看的东西 通通都不存在 那你想象一下那个不存在这个东西 你现在用电脑要怎么用 像我现在灌电脑 第一个就是先把网络弄起来 像之前前一阵子我拿到iPad 第一个动作就是一定要连网络 在没有连网络的时候 iPad跟垃圾一样 对啊怎么用都不能用 但是一旦连上网络 iPad就变得超神了 非常好用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看说 OK 那我们这个背后的技术是什么 这个背后的技术 我们刚看到了浏览器很重要 而且我今天绝对不可能 教各位写一个浏览器 为什么呢 因为浏览器的程式一定很大 你可以把它变得很小 那个很小就是我已经在四川程式 教过各位写的 因为你已经 人家把它包成一个元件 你只要拉进来用就好 那当然就很小 那程式就不用挤好 那但是web呢 就是server的部分不一样 server的部分你几乎可以自己写出来 程式不会很大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浏览器的使用我们就不再讲解了 因为之前已经在四川的时候讲过 好 那做这三个动作要照固定的格式 那规范这个格式的呢 就称为http 那http格式的基础是 是在网址这个东西上面 所建构出来的 那它传送的是html档案 后来可以传别的 那到底怎么实作呢 我这边写错了 因为我已经改成c-sharp了 却没有把这个java字改过 之前第一版我是用java写 后来给各位看的这个是用c-sharp写的 那http主要的协定在于它的表头 它的表头这个很重要 它的表头格式 你在浏览器里面 如果你打一个网址像这样的网址 那我这一个网页会发生什么事呢 它会把这整个网页 就是我这个浏览器会发生什么事 它会把这个网址放在表头里面丢给伺服器 那现在我以我这个网址而言 它伺服器是谁呢 它伺服器是dropbox dropbox的伺服器 那当我这个表头传到伺服器它会长什么样呢 你会看到它长像这个样子 类似像这个样子 那其实你后面几乎都不用看 因为后面这些都是一些 告诉它的一些我浏览器是谁啊 什么样的厂牌之类的 那这些都还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第一行 这第一行像如果我今天要连我自己的server 假设我的server是ccc.kmit.edu.t等 这有点过时对不对 因为应该ccc.nqu才对 所以这个我很早就写 那它会丢过去之后呢 伺服器会收到这样的东西 就是get然后呢 斜线index.htm 也就是说后面的路径 那前面的这个呢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才会 跑到才会丢给它嘛 所以前面这个就不用再重传了 只要传这个路径就可以了 传这个路径 那传了这个路径之后呢 伺服器会收到 收到之后呢 它就根据这个路径呢 来决定说OK 我现在根目录在哪里 我应该取哪一个档案出来 那取了档案之后呢 我用什么样的格式丢回去给你 OK 就这些动作而已 所以这里 最重要的是这个第一行 第一行 那第一行呢 有一个路径你一定要把它取得 server一定要取得它 后面的呢 基本上你都可以忽略 这个只是提供server一些判别的讯息 说OK 这个ser 这个浏览器接受什么样的格式啊 然后呢 浏览器接受的语言 然后浏览器是谁 然后内容的长度有多长 然后主机是哪一个 然后呢 有没有快取 然后是不是要继续连线 像这样的东西 那这些其实都没有都没关系 全部砍掉 还是可以运作 好 那最后呢 这里一定要补一个空行 webhttp的协定呢 它的表头后面一定要补一个空行 好 所以这个空行我这边没有显示出了 好 那像这 就是当web server收到讯息之后呢 它会取出这个路径 然后根据这个路径呢 来合成一个绝对路径 这里有点小错 应该是c 然后index.htm 好 然后呢 再从磁叠机里面取出那个档案 然后把讯息呢 包起来传送回去 包成什么样呢 一样会有一个http的表头 像这样http1.0 200ok 那各位看到这个200ok 可能比较没有感觉 但是如果你看 如果你看过那个404的讯息 404的讯息就是 就是网页不存在 可能有些人会看过这样的讯息 那那个404讯息就是 当我这个档案根本就不存在的时候 它就传回404给你 那这个200就是ok 已经找到这个档案 传送回去给你 那档案的格式是什么呢 testhtm 就是文字形式的网页 然后呢 长度是多少 438个byte 那后面呢 跟了一个空行之后 就是438个byte的htm楼档案 整个放在后面传回去 就这样 所以http的写定 其实真的很简单 就是你一个表头给我 我一个表头回给你 结束 那 我们第一个要来做的程式是 我们不要一下子就想去做整个web server 这样对各位来讲太困难 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我要能够先传回hello给你 不管你传什么给什么路径给我 我都不管我都传回hello给你 这样应该是一个最简单的server web server 那这个叫hello server 那各位如果写一般的程式 比如说cr或者是c-sharp java 你习惯通常会第一个程式写什么 写hello world 写hello world 那这个就是web版的hello world 但是程式当然没有那么短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写 首先引用韩式库 这个跟我们之前的都差不多 然后接下来建立IP一样 然后呢 我们是写server 那我们web HTTP是架在TCP的协定字上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TCP的sucket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那个port 就是那个80这个连接部 站下来 web预设都是用80 这是协定的一部分 好站下来之后呢 你就开始倾听了 那只要有人连进来 有人连进来 有人连进来 一样我就建立一个 倾听器去倾听 那倾听的时候呢 我就建立一个thread 去处理这一个连线 这倾听器会 其实就是把这个连线记住 然后开始对它处理 那我们就建立一个thread 去处理这个连线 然后呢 就让这个thread开始跑 开始跑之后呢 就继续倾听下一个 下一个连线 那因为我们是用thread 所以这两个是平行直行的 这边要看得很清楚 两个平行直行的 所以同时会有几个thread的连线呢 不一定 你看有多少人连进来 那通常是 光是这样的程式 可以处理的thread 就已经很多了 为什么 因为每次有人连进来呢 然后我就把网页传回去 那thread又断掉 断掉之后 thread资源就可以释放 释放之后又有人连进来 我再 我再处理 那通常电脑很快 如果你网路够快的话 那电脑也很快 所以你可以处理的thread 处理的连线 同时可能都不会有 不会有超过十个 因为所谓的同时 可能是在一秒之内 那除非你流量很大 那我就靠这样的server 其实在2003年 2004年的时候 我都是自己写程式自己架的 后来呢 你就可以看到 接下来是这个http listen 这就是那个请听器 然后呢 会记住这个socket 记住这个连线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讯息 要推传的就是hello 那所以把hello 讯息包起来 就就变这样 这个是这个是回应 webserver回应给客户端的讯息 也就是这一段 也就是这一段 我们现在要回应的是这一段 好 那这是回应的部分 好 那他做什么事呢 做OK建立一个 一个 从这个socket开始 我们建立一个network stream 就是网路串流 然后这样我们才可以建立读取器 建立的读取器 那建立的读取器之后呢 我就开始一行一行读 一行一行读 然后读的时候一边读一边印 OK 那最后呢 那如果你发现有一个空行 有一个空行 什么叫空行呢 就是当我这些都读完了 最后发现有一有一行是 是没有直接换行的 是直接换行的 就叫空行 当你发现有一个空行的时候呢 然后就跳出来 就跳出来 一直读 读到空行为止 就跳出来 那如果不是空行 那就把它加到表头里面 那加到表头里面 这样我们之后续可以处理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这个根本就不处理 这个表头对我们来讲没意义 因为我永远传回hello 所以我根本不用在乎 你表头到底传什么讯息给我 所以我就直接把hello传回去 hello传回去 那hello传回去就是这个讯息 传回去 那各位可能有人会问 那这个老鼠号是做什么用 难道是email吗 当然不是 这个老鼠号呢 是csharp里面特别用来 你知道像这种字串 这种字串如果我有 我里面有那个斜线n 什么之类的 那有特殊资源 比如说有这种又有分号的话 会变成说我要用斜线分号去处理 那用这个老鼠号就不用 你如果里面有分号就直接去处理就好 直接用就好 所以这个老鼠号的目的是 让你里面写的格式比较自由一点 那当他读完表头之后 就一定送回hello信息 然后就关掉 关掉连线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hello的 只传回hello的server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只传回hello的server 把这个贴下 剪下来 虽然是这样 其实它的层次就已经有 大概50行了吧 那不过整个完整的web server 也不会太多行 大概100行就搞定 我们来存一下 我们存成helloserver.cs 那我们去开这个 不是开附属应用程式 搞错了 是开这个Visual Studio 2010的tools 然后呢 命令提示支援 这边 然后我切到 打错了 是csc 好 这样子 我们就编译完成了 那你可以看到 hello server 打错了 hello server 的档案 目前有几个 两个 一个是cs 一个是ese档 那我们要执行的 就是这个ese档 但是有一个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你的电脑里面 80paw是不是已经被占用 什么东西会占用你的80paw 就是 就是那个 其他的web server 像apache 之类的 如果你电脑里面 已经有灌apache 的话 你这个程式会执行不起来 因为它要占用80paw的时候 会失败 那现在显然我的电脑 没有灌apache 之类的 至少它没有启动 所以 它会出现这样 那我要允许它存取 那允许它存取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 用我们这个浏览器 来连线到我们自己的hello server 用这个浏览器 连线到自己的hello server 那各位应该还记得 127.0.0.1 这个是本机 那你也可以用localhost 打字 英文字的方式也可以 那这个呢 我们就随便 其实你怎么打无所谓 因为它根本不管 它只会传回hello 它就传回hello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收到什么呢 它有get get get ssyyyzzz.html 是不是就这个 那它收到了 那收到了 ok 那还有一堆讯息 host 是127.0.0.1 然后呢 ok 这些讯息 那 你会发现 这个浏览器 比较多是 它不 当我打一个网址的时候 它除了丢出这个网址以外 它还丢出一个叫favoricon.ico 的 http讯息 的表头 为了是要取得 什么呢 你会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人 当你一连进去之后 他这边的 这边的符号会改变 对吧 有些人 你一连进去之后 这边的符号就会变成 他的符号 那个就是favoricon.ico 现在的浏览器 大部分都会比较多是去 额外做一个这个动作 只是为了让你在这边 显示一个图示而已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我 我打一个 它有两个 原因是它还会多发一个 去请求图示 ok 但是我现在图示我也不管它 我还是回hello给它 所以它这边图示 当然就不会改变 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hello server 各位 先 试试看吧 那我 已经把 就是 这个 你在社团里面 我们这里有一个 cshop电子书网页版 那你就可以点进去去看 去看 那我们的 这个电子书 这个 我随时 有更新 就会在这边更新了 那现在我的WikiDot 基本上就不太更新了 因为我之后 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书 那所以你这边看到的 可能以这个为准 那你就点点选这个 http程式设计1的server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一个 那一个文章 那你去 去看一下 那从先看到hello server 就好 先看到这个hello server 然后把hello server 给执行 一遍 那我们给各位一点时间 那下一堂课 等各位都执行完了 我们再继续来看web server 一个完整web server 好 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